日本攝影師小林賢武過去 已經拍下了宜蘭抹茶山的療癒美景的爆紅 近於深夜她在社群發文公開了來台租房被詐騙的過程 她在臉書社團上找到了某租屋資訊的聯絡人 對方表示由於還有其他人想看房 因此如果先預付押金 可擁有優先看房權 小林賢武在這之前已經和對方聊了一段時間 再加上之前在台北生活時也有遇過類似情況 所以就直接支付了訂金 沒想要遇上了預付訂金詐騙 讓她懊惱在交易前沒有謹慎核對對方身份信息 所有小林賢武也向台灣警方備案 而警方則提醒在台灣的法律上 沒有規定看房權需預付訂金 在交易前若覺得可疑 可以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警察會協助調查 對此有不少網友留言表示 曾遇過同款詐騙真的讓人防不勝防 小林賢武也在留言區補充到 還是覺得台灣有很多好人 目前她已經抵達台灣 呼籲大家不用擔心